一日三孝,人生难老,一日三脑,不老也老,百年养生,一品一锦。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一战。 糖尿病是目前最为常见的慢性病之一,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危害。 糖友们在积极配合治疗的时候,也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,以辅助稳定血糖,预防糖尿病并发症。 洋葱不仅富含维生素C、胡萝卜素、叶酸及纤维质等营养素,还拥有前列腺A和胡皮素等营养物质。 这些营养物质令洋葱具有了很多其他食物不可替代的健康功效。 一,多吃洋葱对糖友的三个好处。 一,洋葱的种类。 洋葱种类有很多,主要有红洋葱、白洋葱及黄洋葱三种。 其中,红洋葱脆感佳,腥味较明显,适合做成生菜沙拉。 白洋葱水分和甜度皆高,长时间烹煮后,有黄金般的色泽及丰富的甜味,适合烘烤或者炖煮。 黄洋葱有独特的辛香味,但甜味重于红洋葱。 它可以用来炒食、汤食、做调味品或加工成脱水蔬菜。 二,洋葱富含多种营养成分。 洋葱富含多种丰富的营养成分,其中含有的二流化物及硫氨基酸成分,可以降血脂、降血压,还可以预防心肌梗死、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等。 这种物质能够刺激胰岛素的分泌,提高血液中胰岛素的浓度,对降低血糖有辅助作用。 对患有糖尿病的中老年人而言,经常服用洋葱会有很多益处。 三,洋葱富含多种营养物质。 洋葱还是目前少数几个含有前列腺A的食物。 前列腺A可有效扩张血管,降低血液粘度,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,防止血栓的形成。 此外,前列腺素A还能够有效地对抗人体内二茶分胺等生压物质的作用,且促进钠岩的排泄,促使血压下降。 洋葱还可以分解脂肪,其中所含的化合物能够阻止血小板凝结。 并加速血液凝块溶解。 因此,多吃洋葱还可以预防多种糖尿病并发症,有助于糖友们的身体健康。 四,洋葱能促进消化,增进食欲。 另外,洋葱还具有辛辣刺激性气味,一方面具有提神的功效, 另一方面还可以刺激胃、肠及消化腺分泌,增进食欲,促进消化。 长期适量食用洋葱可辅助降低我们的血糖和血脂。 因此,建议糖友们可以通过每日食用50到80克洋葱辅助控制血糖。 洋葱是既有利于减肥,又非常有营养的一种食物。 对于糖友们辅助降低血糖和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好处。 除了洋葱之外,还有很多蔬菜对于预防糖尿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2. 糖尿病克星、高血糖和并发症都害怕的蔬菜。 1. 冬瓜 冬瓜是肥胖症的克星,是一种减肥加输。 冬瓜含有减肥作用物质葫芦巴碱和丙唇二酸。 丙唇二酸能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,从而起到减肥作用。 冬瓜本身不含脂肪,是一种低热量,含糖量极低的高甲蔬菜。 因此,对于二型糖尿病扮肥胖的糖友来说, 食用冬瓜既能减肥又能降脂,不失为糖友的首选加输。 不过,脾胃虚寒以及体虚的朋友们最好是不要吃冬瓜。 因为冬瓜是属于寒性食物,有可能会导致人体的病情加重。 而适合糖友的冬瓜食谱,有清炒冬瓜,排骨冬瓜汤,海米冬瓜。 二,莴笋。 莴笋热量每百克14000卡,适宜的用量每日为100到150克。 莴笋是胰岛素激活剂,能有效地调节血糖。 莴笋膳食纤维含量高,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胃清滩和便秘有辅助治疗作用。 莴笋中所含的钾离子是钠离子的27倍,可促进排尿,降低血压。 为了防止大量水溶性维生素的丢失,使用莴笋前要先洗后切。 莴笋液的营养价值比井高,可以井液同时。 为了防止破坏莴笋中所含的抗坏血酸成分,不要用同质器皿存放或者是烹调。 莴笋可以这样吃。 素炒莴笋,莴笋炒肉,凉拌莴笋丝。 3.秋葵 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,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和作用,平衡血糖值。 此外,秋葵可促进胃液分泌,有助于消化,深受人们喜爱,尤其是肥胖的糖友。 秋葵可以这样吃,凉拌,热炒,炖食,做沙拉,汤菜等。 在凉拌和炒食之前,必须在废水中烫3-5分钟以去色。 4.芹菜 芹菜是高膳食纤维素素素材,可以改善糖尿病患者体内的糖代谢,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,使血糖下降。 经大量医学研究证实,芹菜中含有的芹菜碱有降压氨绳的作用。 此外,芹菜含有加速脂肪分解的作用。 芹菜含有刺激体内脂肪消耗的化学物质,再加上其富含粗纤维,故而有较好的减肥效果。 因此,对二型糖尿病糖友而言,多吃芹菜必有益处。 芹菜可以这样吃,香肝炒芹菜,凉拌芹菜,芹菜炒腐竹。 5.辣椒 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一项研究显示,辣椒中的辣椒素能够通过改善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症状,减轻肾组织损害, 抑制细胞凋亡来减轻大属糖尿病肾病。 科学家研究认为,辣椒中的辣椒素可能提高了胰岛素的分泌量, 也有可能是它延缓了机体中负责糖代谢的激素受到破坏的时间。 因为用实验动物狗做的实验表明, 服用辣椒素的狗比没有服用辣椒素的狗的血糖明显低下, 同时测得的胰岛素含量也高于没有服用辣椒素的狗。 辣椒可以这样吃,辣椒炒肉丝,酿辣椒,虎皮青椒等。 6.苦瓜 苦瓜富含类胰岛素物质,能够将血液中的葡萄糖转化成热量, 降低血糖,因此被称为植物胰岛素。 长期食用苦瓜能够减轻人体胰岛β细胞的负担。 苦瓜富含维生素C,能够预防维生素C缺乏症, 防止动脉硬化,保护心脏。 苦瓜含有的苦瓜素被誉为脂肪杀手, 可以降低血脂。 常食用苦瓜可以控制体重, 对于糖尤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苦瓜可以这样使用, 将新鲜苦瓜切成片状,晒干。 糖尿病人可将其用开水冲泡,代茶饮用。 还有苦瓜炒青椒,以及凉拌苦瓜。 苦瓜性寒,体质虚寒和痛筋的女性不宜食用。 苦瓜含有较多草酸, 会妨碍人体对钙的吸收,不宜食用过多。 每餐以不超过100克为宜, 尤其是需要大量补充钙质的青少年。 7.番茄 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一项研究显示, 番茄脂对糖尿病大属的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作用。 研究发现,喂食番茄汁的糖尿病大属,其空腹血糖水平明显下降,糖尿病症状有较大的改善。 因为番茄汁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, 番茄红素有很大的抗氧化抗自由基, 比β胡萝卜素还要大, 可抑制自由基的产生极清除。 不过,对于糖尿来说, 每天吃一斤番茄可否达到食验大属的效果上需进一步证实。 食用方法 番茄的吃法有多种, 可以生吃、凉拌、炒菜、炖汤。 炒菜时,番茄不宜与猪肝、黄瓜、南瓜等蔬菜搭配, 以免破坏营养成分维生素系。 蔬菜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。 它可提供人体所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。 特别是对于糖尿来说, 蔬菜的热量一般都比较低, 含糖量也比较少, 并且不同的蔬菜也有不同的营养物质。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, 但是一定要适量,不可过多使用。 多采人生,康乐养生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,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,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。 还可以点击右下角进行分享和订阅。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咱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